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菲萨莎醬 我今天要用兩世伴的小孩來實驗我的標準日文口音 跟我媽媽的台式日文口音對小朋友的影響 那今天請來的白老鼠是他 將將 對不對 我是白老鼠 好 那那個就是解釋一下這個小朋友是誰 我有一個大我八歲但同母異父的姊姊 我姊姊是純台灣人 我姊姊跟姊夫都對得很好 她是他們的小孩叫 瑞瑞 妳說我是瑞瑞 我是瑞瑞 我是愛的粉絲 喔 那妳今天日文就會有很多妳的粉絲囉 好 那我今天要實驗就是 因為我媽媽講日文她有台灣的口音嘛 然後呢平常就是她有時候在教她的時候 然後我就發現她就是有台灣人的口音 那我想要來實驗一下 請我媽媽先講日文 請她重複一遍 跟我講正確的發音 再請她重複一遍看有沒有什麼改變 那第一個是 在家裡我媽媽常對她說的工作的日文 是個到 是個到 對 那她這個就有台灣的口音 大家不知道聽不聽得出來 那我再講一次 瑞瑞 瑞瑞妳有聽到嗎 有 好 那阿姨講的 妳再重複一遍喔 妳跟阿姨講喔 お仕事 お仕事 欸 我覺得好像有比較好欸 再一次 お仕事 お仕事 還是有台灣口音 好 那我在 那我在拿別的單字 因為剛剛我媽媽在跟她講說 欸 她今天是模特兒 模特兒 我的工作是模特兒 哈哈哈哈 好 妳的工作是 好 那阿姨講妳再講一次喔 模特兒 模特兒 欸 她還是有露 這個大家應該比較聽得出來 妳再講一次喔 模特兒 模特兒 喔 不行 她已經被 被荼毒太深了 無法改變過來 喔 我覺得我們那個實驗已經可以結束了 已經可以放棄了 好 再一次再一次 模特兒 模特兒 不行 太根深蒂固了 好 換一個 那我在考她一個 我個人覺得 台灣人唸出來 台灣口音會比較重的單字 叫檸檬 妳跟阿嬤說 檸檬 檸檬 哈哈哈哈 她已經學起來了 好 好 那我再說 Renie 妳學阿姨講話喔 檸檬 檸檬 欸 有比較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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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一次喔 檸檬 檸檬 欸 有欸 喔 這個好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那我請瑞瑞再講一次看看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她還是用那個shy的感覺對不對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嗯… 我想一下 一般會說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這樣子的感覺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妳再講一次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欸 好像有比較好喔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妳再講一次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那剛剛我媽媽講的就是 慢走的日文 它就有台灣人的口音 那我學一下台灣人的口音的話 應該是叫 いってる… 欸 怎麼講 等一下喔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就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欸 就是有點不一樣 正確的方言叫做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いってらっしゃい 那我覺得好 不要給她一個既定的印象 這一次下一個單字 換我先講標準的日文 在我媽媽講台式日文 看它會不會被影響 好 那我個人覺得台灣人比較弱的方言 是促音的部分 那這邊跟大家教學一下 過來這邊 你過來 的日文叫做こっちきて 那我請她講一遍 看它發出來的促音是怎麼樣 瑞瑞 妳說 こっちきて こっちきて 喔 好像還不錯喔 再一次 こっちき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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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的那個き好像發不出來 こっちきて こっちきて 嗯 好像有一點困難 再來一次 こっちき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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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為什麼 こっちき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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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 她已經有台灣口音了 哈哈哈哈 再一次 瑞瑞 こっちきて 喔 妳學阿姨講話 こっちき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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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講的時候啊 它的き就會不見 不知道為什麼 這到底是為什麼 妳再講一次喔 こっちき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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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啊 欸 我講的它就沒有辦法 欸這好奇妙喔 好有趣 妳看阿嬤一起講喔 こっちきて こっちきて 可是它 妳看妳講的它就會講 可是它就會有台灣口音 哈哈哈 好 那其實我覺得 那個雖然 語言在父母的影響是有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 大環境的影響是不是又更大 因為我就上個禮拜才遇到 一個日本爸爸 他帶著他的小朋友 然後我聽到他是用日文 在跟他小朋友講話 可是他的小朋友 就有台灣人的口音 對我想說 可能是住在台灣的關係嗎 那像我自己的話 就雖然我媽媽日文很好 可是他講話就是有台灣人的口音 那可是我是 出生長大在日本的關係 所以我的講話 就沒有台灣人的口音 就是完全是一般 正常日本人標準的發音這樣子 嗯? 是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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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講一個比較簡單的 叫做 請給我這個 的日文叫做 これくださ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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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瑞瑞妳講一次 これくださ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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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是有台灣人的口音 大家聽得出來嗎 これくださ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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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覺得好像 比較台灣的口音 會變成 Cudasai 的那個感覺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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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還是有那個口音耶 好今天這幾個實驗呢 讓我深深感覺到 媽 你不要再圖讀他的日文發音學習了 哈哈哈哈 如果你可能沒有特別在意發音的話 可能 教他沒關係 但是如果你是一個 很注重小朋友的發音 但是自己的發音 可能 沒有到母語人士的水準的話 那你教小孩 小孩也會受你的影響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好 好 那你下次還要跟阿姨拍影片嗎 真的喔 那你想拍什麼 拍影片 拍什麼影片 拍影片 拍影片 呵呵呵呵 那 任任你喜歡講日文嗎 真的喔 那你唱日文歌 給大家聽 好嗎 看 看鏡頭喔 好 開始 好 她唱的這個是我媽媽就是都會放那個日文的耳歌給她聽 就是 石頭 剪刀 布 就是右手布 左手也布 就變成蝴蝶了 這樣子 對不對 呵呵呵 聽的是日文正確法語沒錯 可是 就會有台灣人的口音 到底是為什麼呢 那我在持續研究 這隻小白老鼠 看看好了 呵呵 那 大家對於這種小朋友語言學習上的一些經驗談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那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然後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也歡迎看看 然後每天有用Facebook、Instagram 用中日文再分享資訊也歡迎在中 欸 你還沒下班 等一下 還沒還沒下班 你還要再お仕事呢 快點做好 好耶 拜拜 またね 拜拜 また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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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可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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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 美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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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做的工作嗎? 嗯 你擺姿勢嗎? 我擺姿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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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阿姨要跟你一起工作喔 好 是嗎?你要工作了嗎? 是嗎?你要工作了嗎? 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浩家 今天呢 我是台灣人 台灣人 台灣人 現在 model 誰再去工作了 你 小人 你 你 啊 你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